民主反制 表达自由 大陆大学生反抗过度疫情风控 喊出的却是高度敏感的政治诉求 在过来人眼中这样的口号指导问题核心 市民群众非常鲜明地喊出了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 要自由 要人权 这都是几十年没有见过的 那么说明中国老百姓也确实已经觉醒了 知道说所有不管是经济问题 习近平的问题 政策问题 防疫问题 背后其实都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此外 也有分析认为连接来中国大陆跨地域 也跨越工人 城市中产阶级与学生的抗争 是因为从三月底上海封控以来各地反复封城 到十月 郑州富士康工人徒步逃离 十一月 呼和浩特一名富人坠落身亡 同住的女儿却被封住 无法下楼救援 早已一再考验民众忍耐极限 再到新疆大火 十个人因为封控逃生无门而罹难 其中还有才刚满两三岁的孩童 更触及无数人心中的底线 在乌鲁木齐死这么多人呢 是一个大家亲身感受到在被封城的这样的一种决策之下所发生的危机 所以那种共情 那种同理心也就会变得更强烈 或许是回应外界压力 26号 乌鲁木齐官方宣布社会面基本清零 将分阶段恢复低风险区生活秩序 但一般预料 动态清零政策 不会因为群众抗争 完全松手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